正宗的陕西油泼面制作方法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好吃的制作方法 将300克面粉倒入盆中 加入3克盐 依次少量多次倒入清水 搅拌成絮状 用手浇面团揉至表面光滑 浇面放入干净的保鲜袋中 盖上盖子饧发30分钟 30分钟后浇面团取出 放置案板反过楼搓 这样面条吃起来口感更佳 将面团揉成长条状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团 将小面团揉成长条状 首先给拖盘刷层食用油 然后把搓好的长条放进盘子里面 在上面重复刷上一层食用油 最好将绑线袋套上 蜜蜂醒发3小时左右 现在要准备足够多的大蒜 蒜切磨再切一些小葱 还要准备大葱葱花 大葱能够使油搓面香味更浓郁 这时我们取出醒发后的面团 在案板上涂层食用油 防止粘连 将面条按扁 用擀面杖将其擀开 慢慢把面条拉开 可以提前一个晚上做好 放入冰箱冷藏 第二天可以将其拉成面条下锅 水沸腾后放入面条 这样做的面条口感非常棒 蛋面条煮熟后下入青菜再煮三分钟 将其捞入碗里 将青菜葱花 蒜末放入 最后加上辣椒面 爱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血 放一勺食用盐 一勺鸡精 倒上滚烫的热油 倒上香醋 将其搅拌均匀 一碗正宗的油泼面就做好了 喜欢美食的小伙伴 关注美食小厨梁